年輕擔大棋,平反六四有希望 十八萬點燭光,新火相傳 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 看來已經由經歷過六四的一代傳到後六四一代 六四集會曾經試過幾萬人出席 到近幾年,每年保持十幾萬人 基本盤多了兩、三倍 人哥估計前面十八萬燭光裡 有一半是年輕人來 互聯網、新媒體、社交網站等的出現和發展 令大家比較容易了解這個資訊 亦可以互相號召 那是現在年輕人十萬多 即是一群人道 直提是一群年輕人來 學問思潮的黃之鋒前晚都有去 他都說在Facebook叫人去 最後一百人響應 他就希望集會可以駐入新的活力 例如請市民上台分享 我擔心這麼形式化地教下去 我長期大家會變成一個儀式 或者變成一個節日 總之一到六四就說去維園 人家說一到正日就回教會 有心的誰知道年輕人 仁哥說參觀六四紀念館 有兩成都是大陸人 而支聯會在集會籌到的破紀錄二百三十萬裡面 有兩萬元是人仔 學者說香港已經成為全中國平反六四的主流 支遊行好像支流一樣在維園會聚 以作為六四活見證的方程 昨天就去了拜華叔 他今天就會結束香港之行 回到美國 繼續在海外宣揚平反六四 全世界都支持平反六四 唯獨他繼續借龍耳診疾耳 假裝龍吧